今晚我们去一个小朋友比较多的地方做一组实验 走 跟我们去看一下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公园里面 我们去找一下手上有佩戴儿童小朋友 跟他借一下 看能不能给我们打一下电话 小朋友 把你手表给我打一下电话 小朋友 您的手表能不能打电话呀 可以啊 给我打一下电话 小朋友 小朋友 那个手表给我打一下电话 小朋友 这个手表能不能打电话呀 你取来 我帮你按吧 家里有儿童手表的一定要注意了 最近片子又开始盯上佩戴儿童手表的小朋友了 他们会找到你家孩子 声称自己的手机没有电或欠费 需要借用手表打一下电话 然后趁孩子不注意 将手表内的电话卡取走 或者换上一张废卡 被盗走的电话卡 会被诈骗废子迅速总成GUIP设备 与境外诈骗团伙勾连 海量的拨打诈骗电话 孩子手表的电话卡 一般都是家长电话卡的副卡 如果运营商识别副卡的异常 主卡也会被关紧 还会被加入不良库 各位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 比方找孩子借手机或手表打电话的人 一般大人有困难 只不会找小孩子去帮忙的 一旦被骗 记得马上报警